航空母舰是当前海军排水量最大 综合战斗力最强的水面舰艇 然而纵观2025年 美国航母舰队的表现实在是让人难以满意 而且航母技术发展也遇到了平静 连特朗普都扬言要让福特级航母改为蒸汽弹射 于是有人质疑 在当前海战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 航空母舰是否还具备舰队核心作用 或者说其会不会像战略舰一样 逐步走向消亡 本期视频就简单聊一下 美国人为何会提出航母过时论 现代航空母舰能否被其他海战兵器所取代 以及未来航母发展的方向 从风帆战舰时代到19世纪末的蒸汽铁甲舰时代 海洋上的战争一直在二维空间中进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海军列强尝试将刚刚发明的飞机搬到军舰甲板上 海战形态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专门搭载轮式舰载机的航空母舰 已经成了大国海军必备的战争利器 然而讽刺的是 在航空母舰诞生至今的百年历史上 第一个喊出航母无用论的竟然是航母霸主的美国人 1945年二战结束后 美国也开始大规模战后复原裁军 八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和三艘中途岛级航母建造计划取消 其余航母大部分退役或被封存 而公开喊航母过时论的 是1947年才成立的美国空军 其掌握了轰炸机与原子弹这对大杀器 且为争夺有限的军费疯狂贬低海军 认为未来再爆发战争 只要空军使出核大棒 敌人就会乖乖投降 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去建造和维持航母编队 包括埃塞克斯几位代表的航母 不具备抗核生化武器攻击的能力 在原子弹面前就是个铁棺材 更雪上加霜的是出身于海军的首任国防部长弗莱斯特 蹊跷死亡后 空军出身的约翰逊继任国防部长 立即下令停舰海军梦寐以求的合众国号航母 一时间美国三军内斗达到高潮 多位海军上将因此被解职 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政府和国会才突然意识到 航母舰载机远比从本土出发的远程战机 更具备灵活性 而且核武器在局部战争中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这才让第一次航母无用论眼其息骨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 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竟然又都出现了大型航母无用论 当时美苏两军都装备了巨量的战术核武器 这样即使航母已经具备了三防功能 一艘8万吨的航母的生存能力 理论上也不如两艘4万吨级航母 于是美国海军在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的推动下 开展了搭载垂直起降战机的1万吨级制海舰的研究 而苏联海军的大航母计划一再被高层否决 只好去舰载拥有强大自卫火力 但舰载机性能很差的基辅机航空巡洋舰 不过事后证明只有大型航母才能正常运作 起飞重量30吨级的重型舰载机 和推重比偏低的舰载预警机 其综合作战能力绝非多艘总排水量相当的中型或小型航母 简单相加就能相抵的 所以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母和福特级航母排水量都达到了9万吨 就连长期运作2万吨级航母的英国海军 在新世纪也造了两艘6万吨的女王级航母 最近半个世纪一直装备3万吨级中型航母的法国海军 也要建造8万吨级的新一代核动力航母 这明白无误的证明 航母仍然是目前大国海军的核心装备 事实上所有认为航空母舰过时或应该被淘汰的人 都拿不出别的海战利器来代替航母 片面强调航母的弱点 和他们口中某种神兵利器的优点 显然是非常不客观的 譬如有人认为航空母舰目标大 造价昂贵还生存能力低 所以应该通过大量建造潜艇来抵消敌对国家的航母优势 而且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海军 还就真的曾经实践过以潜艇反航母 先说德国的例子 1939年9月二战突然爆发 不光其他国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也严重破坏了当时德国海军司令 雷德尔的扩军计划 这也是齐伯林伯爵号航母下水后 始终无法服役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战争初期 德国海军实力严重弱于英国 再加上德军优艇在一战时 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战绩 且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议 让德国发展潜艇更有力 这才使得同样数量不足的优艇 成为当时德国海军的救命稻草 不过德军优艇部队也真争气 在北海击沉了英军勇猛号航母 在地中海击沉了英号和皇家方舟号 似乎证明了潜艇有能力一小博大 然而潜艇相对于水面舰艇 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隐蔽性 可最大的缺点也在于 为了能够潜于水下 使其没有能力同敌舰进行硬碰硬的较量 今天一艘4000吨级的护卫舰 可以同时具备防空反舰和反潜火力 但同等排水量的常规潜艇 最多只能布置6具鱼雷发射管 防空武器几乎为零 这就导致潜艇虽然可靠偷袭 击沉敌方一两艘主力舰 可敌方的反潜舰一旦开始反击 就只能深潜或悄然离开 无法实现对某一片海域的长时间控制 而航母编队却可以在短时间内 大幅强化自身的反潜能力 舰载反潜机可以长时间在空中巡逻 搜寻处在水面航行 或通气管航行状态的常规潜艇 并用探测仪和收纳浮标 来探测水下的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护航舰舰也可以在远离航母的位置 故意制造假的声音或雷达信号 吸引潜艇主动攻击来暴露自己 更离谱的是水面舰艇在反潜作战时 航速可以达到30节 反潜飞机或反潜直升机的速度更快 而潜艇在攻击得手后 为了隐蔽踪迹 只能以数节的航速脱离战场 因此一旦被敌人发现 就会很快招来数倍的反潜兵力 而且大西洋反潜战最后的结局 也是盟军的海空立体反潜力量 战胜了德军的狼群战术 冷战时期 苏联虽然建造了数量庞大的核潜艇 理论上对美国航母编队的威胁更大 但潜艇作战性能的天然劣势仍然存在 一片海域有数艘核潜艇活动 和一个航母编队活动 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天差地别 而且即使单艘潜艇的造价低于一艘航母 那么造价相当的核潜艇编队和航母编队 无论从对海打击能力还是对地打击能力 都有数倍的差距 更别提潜艇部队完全无法夺取制空权 除了潜艇 另一个曾经被炒作有可能取代航母的 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武库舰 武库舰简单说 就是2万吨级的廉价低速战舰 布置了巨量的垂直导弹发射架 能在短时间内发射200枚至500枚反潜导弹 或战斧巡航导弹 理论上可以以更低的造价 获得比当时核动力航母更强的打击能力 但是随着力推该计划的海军作战部长 布尔达上将自杀 武库舰这个概念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分析可以发现 即使武库舰能够达到其宣称的打击能力 但其首先不能像航母那样 为水面舰艇编队提供实时的空中掩护 遭遇敌方空袭时甚至都难以自保 而且直到今天 只有舰载预警机才能为水面舰艇 实时提供千里之外的情报 并填补舰载雷达的低空盲区 也只有航母舰载机能够通过底滴侦察的方式 为舰队提供空中或海上目标的准确信息 因此即使不考虑海军内兵力之争 武库舰也绝无可能取代航母 事实上 这些年又出现航母过时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大家习惯了美国航母编队 在世界各个海域横行无际 可现在却遭到了某大国新式武器的强力挑战 无论是末端可机动变轨的反潜弹道导弹 还是长航时隐身无人机 都是美国海军从未遇到的强大对手 但要说只靠一两件新式武器就能淘汰航空母舰 也未免研制过早 首先无论是反舰弹道导弹 还是陆基长航时无人机 本质都是防御武器 而航空母舰相对陆地机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其高机动性 即使将航速控制在15节一昼夜 也足以移动360海里 这就意味着航空母舰永远可以在有力的站位出动战机 而敌方却很难实时定位航母的位置 20世纪60年代 前苏联就曾经研发反舰弹道导弹 但发现无法解决对美国航母的实时定位问题 而被迫放弃 而长航式无人机虽然能监视美军航母 甚至能用小型制导弹药主动攻击 却无法摆脱目前无人平台固有的缺陷 首先无人机的侦查信息必须通过卫星传送到后方 这就会暴露其位置 很容易被防空战机摧毁 而且无人机的远程控制也是大问题 如果其拥有较强的自主控制能力 那么不仅研发成本极高 而且可能会存在道德风险 如果过于依赖卫星或陆基平台的引导 则抗干扰能力严重不足 所以反舰弹道导弹加无人机的组合 其实仍然很像曾经的德军U艇 只有在对己方最有力的海区 才能取得对航母编队的优势 而且航空母舰自身的进化 也可以迅速抵消敌新式武器的作战效能 首先美国航空母舰也可以出动 长航时隐身无人机 侦察监视敌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 也可以通过MQ-25隐身无人加油机 来提高F-35C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从而避免航母进入敌方的预设战场 针对敌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 航母也可以通过降低自身的雷达反射信号 或让编队中的小型护航战舰冒充自己 来欺骗来袭导弹的雷达导引头 降低其实际作战效能 事实上航空母舰能够取代战列舰的很大原因 就因为其是目前进化能力最强的水面战舰 譬如美国的中途导弹航母 在二战时期搭载F-6F TBF等传统螺旋桨舰舰载机 战后搭载F-9F等早期喷气式舰载机 之后的服役生涯中 又搭载过F-8U F-4和F-18三代超音速舰载机 而在这一过程中 其本身的结构却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反观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到了二战时期 大部分就必须更新轮机系统来提高航速 还要更换火炮和射控系统 每一次重大改动都堪称伤筋动骨 却仍然无法和新战列舰相提并论 所以航母取代战列舰是历史的必然 但目前却几乎找不到别的战舰能够取代航母 故而航空母舰在可预见的时间内 依然会是水面的霸主 既然航空母舰的生命力还很顽强 那么其会不会进化到 让现在的军迷都认不出来的地步呢 事实上我们只要将航母定义为 有足够大的飞行甲板 可起降固定翼战机 就会发现 对于目前的大国中等强国和新兴经济体来说 其对航母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会走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 对武昌这样的大国来说 航母自然是越大越好 综合战斗力越强越好 但受制于当前各国的军费 造船厂和码头的基础设施限制 以及钢铁的材料性能限制 未来大型航母的尺寸很难突破当前伏特级 约330米长度 9万吨级排水量 30级航速的限制 而能飞上天的航母 上百万吨的福岛型航母 既没法实现 也没有建造的必要 恐怕只能永远停留在科幻电影中 至于潜水航母 跟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相比 消费比实在太低 在当前的作战环境中完全不实用 而气垫航母或多体航母 当前的造船技术条件 根本造不出排水量万吨的船体 且存在重心偏高 难以在远海活动的天然缺陷 古尔江永远不会出现 既然航母平台本身无法继续改进 就只能在子系统上做文章了 航母无论用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系统 都会强化其发电能力 一方面节省燃料降低环境污染 一方面为电磁弹射和电磁拦阻系统功能 舰载机则将向大型化 全向隐身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但不会夸张到让战略轰炸机上舰 整个舰队则会强化网络战能力 甚至未来航母将让出其旗舰功能 而专注于起降飞机作业 也能提高航母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 而对于仍发展海军的欧洲国家来说 未来航母会在有限的舰体上 集中更强大的作战能力 譬如今天意大利的加弗尔号 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伊士号 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号 都采用了将航母与两栖战舰合二为一的设计 可以在面对不同的作战任务时 灵活切换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或专注于将小规模陆军投送上岸 未来这样的航母有可能会加装电磁弹射装置 以便能够让F35B可以以满载状态快速起飞 同时要实现全电话推进 不但能给电磁弹射系统供电 也能在乌舱占用燃料空间的情况下拥有更大的作战半径 而对于完全不参与大国竞争 只专注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土耳其巴西等国来说 其可以专注于发展可搭载无人机的轻型航母 毕竟再好的直升机 其飞行速度任务载荷和制空时间 都比不上同等吨位的固定翼飞机 如果能为海军建造一两艘航母 搭载起飞重量三吨左右的无人机 和巨嘴鸟那样的轻型螺旋桨飞机 就能为舰队提供更稳定的远距离预警 和一定的快速航空侦察能力 而在参加飞作战行动时 这些固定翼飞机也能在搜寻海上落水者 或查清地震灾区情况时 发挥直升机无法替代的作用 那么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对未来航母发展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请在评论下面打出来 我是大胖兵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